而台北市选战现在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现在又有一个人要来投入这一次的台北市长选战 他就是前台南县长苏焕智 那么苏焕智加入会对这一局的选战造成影响吗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游盈龙就说 的确会造成冲击 尤其是对绿营可能会有影响 他说只要苏焕智能够拿走五万票的话 那么就会改变整体战局 民进党原本认为的大约四成基本盘就会出现影响 那么间接也会威胁到陈时中 至于前庄华县长卓博元又是怎么看这一局呢 他说这一局陈时中到现在还在为防疫失分来做捕破网的行动 包括了像是万华破口怎么样获得让万华相亲原谅 那么黄山山的部分则是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卸下副市长一职 行政不中立的问题就会一直困扰着他 所以什么时候要卸下这个公职大家都在看 至于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呢 他认为最近的火力跟热度都渐渐的提升了 尤其是炮火猛烈 但是他也必须提出一些具体的证件 让民众呢能够感受到他的政策牛肉 进而才会来支持他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